不光果蔬保鲜 水产品肉类的保鲜 也是现代食品工程研究中心研究的课题 在一个冷冻设备里 科研人员放入了一条活鱼 一分半钟后 这条鱼已经被完全冻僵 但是在放入水中几分钟后 这条冻鱼居然神奇地复活游动了起来 而这种冷冻设备 就是现在食品加工中常用的 液氮冷冻 小龙虾国人最喜欢的食品之一 如今许多的小龙虾生产企业 都采用了液氮来进行产品的冷冻加工 液氮氮的 它使它迅速地能够达到低于零下十度 这样它的细胞膜 这个细胞鼻没受到损害 它所以说能够还原 我们做出来的小龙虾的还原度 能够和鲜活的相比 能够还原到98%以上 和鲜活的没什么两样 但是由于液氮的成本过高 如何实现节能降耗 就成了众多液氮冷冻设备的 生产和应用企业追求的目标 而华南理工大学的研发人员 和设备生产厂家 合作发明的液氮浸液喷射控制方法 就使每公斤冷冻产品的液氮消耗量 有了显著降低 你比如讲这里面 我们在讲液氮速冻的时候 很粗犷地讲 它可能直接就是进入一个温度场 冷却速冻就好了 但是这也是一个精准的 如果是一个精准的要求 我们就要从液氮的流量 到它喷射的压力 喷射的角度 喷嘴的这种的喷射的距离 到风场 在这一块你靠经验值是没有用的 那华工大学它有大量的 老师在旁边做支撑 还有很多他们的这些学生 他在做研究 他可以具体地跟踪 任何一个这里的细节去研究它 那我们这种设计的理论医迹 首先就来自于华工的这些细节的 一些研究和琢磨 事实上 除了冷冻冷藏 真空包装 气条保鲜 也是延长食物保存期的一种方法 所谓气条 就是调配控制食品包装盒内 气体比例 根据食品品种的差异 通过改变环境体系中的 气体组成成分 抑制果蔬的呼吸 让果蔬能够在最佳状态下保存 就像我们如果说 人我们也可以活几天 如果不吃饭的话 当然我们就会瘦下来 对吧 果蔬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脱离了这个根部已经 营养物质的供应已经没有了 在这个呼吸过程中呢 一直在损耗这个能量 这个能量就是从果蔬本身来提供 通过气条 果蔬的呼吸得到控制 更重要的是通过除去不良的气体 还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 延缓食品的腐败变质 从而达到延长食品助藏期 和货架期的目的 在保鲜这一块 传统的做法一般就是抽真空 充氮气 但是实际上果蔬保鲜 它需要的气体有很多 有氮气 有二氧化碳 还有一些其他惰性气体 就是把本身含有的空气 把它置换掉 然后冲入一定比例的二氧化碳 一定比例的氧气 一定比例的惰性气体 然后来保持这一个 就是让果蔬还是接着有生命力 这一个 因为我们是基于在跟华兰理工大学合作 然后由学校出 实验室出这一份数据 针对不同的产品 然后进行这样一个设计的 所以每一种产品 每一种果蔬 它都有一个不同的 一个气体的一个比例 那这个要经过反复实验数据来测算之后 才知道什么样的果蔬 适合什么样气体比例 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 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方法 在帮助我们的食品更加安全新鲜 或许你今天使用的这一盘可口的菜肴 就是得益于这些高科技保鲜方法的应用呢 在帮助我们的食品更加安全新鲜